今天我要和大家示範的是一個香薰瓶DIY 其實是非常容易製作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這個品牌的美髮油 我絕對不是賣廣告的 只不過我覺得這個瓶是非常漂亮的 剪掉前後的貼紙其實是一個全粉紅色透明的瓶 如果做香薰瓶的話 我們就不會用這個噴噴嘴 當然大家如果想把它做洗手液瓶 或者其他的瓶就可以保留這個噴嘴 這個就是它的完成品 其實製作的過程是非常簡單的 都是貼一下貼一下 所以把它變成一個很漂亮的香薰瓶 對比它原先的瓶 這個是不是漂亮很多呢? 大家如果想把它變成洗手液瓶 其實放在洗手間也是非常漂亮的 我想十分鐘也一定可以完成的 幾點I-1香薰瓶 那好吧 大家現在就看看怎樣製作吧 那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要什麼材料 那就是要這個美髮油的瓶身 那要一些Lase 少少絲花 然後要雙面膠節帶 剪刀 還有熱溶膠窗 那我們這個時候一樣可以先開熱溶膠窗 那這次的DIY其實就很簡單 因為只不過是裝飾這個瓶身 那我們就先拿開它那個瓶嘴 那Lase方面呢 其實大家是喜歡自己用什麼Lase都沒問題的 那最緊要你覺得搭配到 還有 嗯 漂亮啦 最主要因為這個裝飾用的 那我今天呢 就打算把Lase 可能是這樣放 那如果這樣放的話 我其實就不需要用很多的 那我就大約量一下我需要用的份量 長度 然後呢 就在這裡剪開它 基本上你可以選擇用膠水 但因為這個瓶身透明 那我怕它那些膠呢 Lase也是穿洞 那我怕它的膠會浮出來 那所以我就可能試一下用雙面膠紙帶 那你就在你需要用那個Lase那裏 塗那些雙面膠紙 那當然你有剪的那些雙面膠紙都可以的 然後呢 我就再把它黏下去 去 好啦 那其實已經做了個 頂的了 那然後你可以 考慮一下怎樣設計這個瓶身 那或者你可以做完全部的 那當然你也都只可以做這個位 或者做頭尾 那我呢 就想做 兩行 那一樣圍起來 你需要用到Lase的長度 然後呢 就剪了它 然後再擦 然後再擦 這雙面膠紙帶 那如果你覺得這些位置呢 尾巴好像不太實 那你可以再幫它加一點 這個位置也想做一條 好 那這樣呢 Lase部分呢 就完成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 用我們有的花去布置一下 它那個瓶身 那可能 好像上次做DIY耳環架 那個方法 那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如果沒有呢 就歡迎看 那其實都是用一些 假花 那呢 用膠窗這個時候呢 就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們呢 就可以看一下 怎樣 排 那個花才是漂亮的 那那我們就可以貼些花上去 那我們就可以貼些花上去 那我們就可以貼些花上去 像不像乾玫瑰 我覺得它這裡做得很討厭 然後又是有櫻花 那因為呢 它的瓶身呢 是很粉紅 所以我也是想用這些 紅色粉紅的題材 用熱用膠窗的時候呢 是要小心熱的 因為呢 如果壓到 都挺熱的 你們覺得夠不夠呢 還是需要多貼一顆 好 好了 那基本上呢 就已經完成了 那這個時候呢 用這些香薰下去了 那這個瓶呢 應該可以裝得到 兩瓶這些瓶 那這隻呢 就是雲呢那 Kukulimax 我都不知道這隻是什麼味 那當然啦 如果你們不想把它做這個香薰瓶的話呢 那你們可以把它DIY做其他瓶啦 或者可以保留這個咀 用來做其他的 是用來做的 胡虎笨瓶啊 或者 嗯 洗手液 洗手液 洗手間也挺漂亮的 如果放在洗手間 有很大的椰子味 真的 然後呢 我就可以 放上這個 整個產品就完成啦 是不是比原先的漂亮好多呢 那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都可以參照這個DIY方法 從此之後這個香薰瓶呢 就會成為我房裡的其中一個裝飾 是不是很漂亮呢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個DIY呢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啦 Like我Facebook 還有Follow我Instagram啦 我越看越覺得它很搭我的房間 大家快點試一下做啦 好啦 拜拜